市长谢国良在市议会被询报告 大五轮沙滩三死溺水意外时 不禁悲从中来当场泪洒议场 在场的议员们也都感同身受 谢国良强调为了避免遗憾事件再发生 未来包括不在公告开放时间内进入 或是超越海域警戒线都一定会处罚 而且会拉近警戒线 但是制定处罚机制时 一定会跟观光局北关处共同协商 就是不论是不在公告的开放的时间进入 或是一些相关其他的警戒线等等的处罚 我们都要重新清楚的公告 我们要处罚 那这个处罚的过程中 其实有一些文是需要跟北关共同发出的 那所有我们看到的有关于这些 比较不幸的事件都是在警戒线外 所以拉近警戒线跟严格执行警戒线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绝对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市长也强调为什么要找观光局北关处共同协商 是因为大五轮沙滩 目前由市政府管理 但是海域的部分则是由观光局北关处管理 所以一定有北关处的角色在里面 你如果说北关的话是这样 就是沙滩是基隆市政府管 但是海域是北关管的 今天发生事情的地方是海域不是沙滩 所以昨天北关处的处长还有来市府 我们还要协调 当我们要公告开放时间 假如不按开放时间进来就要处罚的话 还需要北关同意或共同发文 我们是没有办法单独发文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昨天在发新闻稿的时候 说明很清楚 海域是北关处在管 这个地方也是北关处在公告的 所以我不太理解说 为什么北关在这个事情 完完全全都没有角色 那一样的我们讲的就是 现阶段我们先处理这些后续 那北关的责任 未来我们会慢慢厘清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